而在花莲的天王新大楼 拆除作业也受到了雨室 还有余震影响 速度暂停 也让旁边的住户看的是相当的胆战心惊 而其实在周遭已有非常多的大楼 或者是住家变成了围楼 现在当地的里长也在想办法协助灾民 申请灾害证明书 警报声又在响起6号上午11点52分 在发生规模5.2地震 花莲最大震度有四级 天王新大楼也左右晃动 拆除作业再度停摆 天王新大楼的拆除作业 今天似乎有点一波三折 整个岛上似乎没有什么样太大的拆除进度 就是因为目前拆除似乎受到了一点困难 就是因为怕拆除的角度跟一些进度 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结构的变化 大型机具准备吊挂新的H型钢梁 加强结构支撑 天王新大楼6号拆除作业一度喊停 直到11点才开始进行外墙拆除 回顾前一天也是上午9点就进行协称工程 但因为于是工程不顺利 延到5点才懂功 像现在因为地震又要停工 我们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怎么不顺利 但是我希望都可以一切顺利 真的希望尽早完成拆除作业 毕竟天王新大楼 光拆出估就要两个礼拜 早点拆完 早点重建才能早点回家 房东和租客之间也共提时间 我没有收了 然后我把该给的钱都给他了 然后有帮他申请补助 我也帮我帮我帮他给他 当然第一天比较焦急 后来看政府都安静这样 然后后期也都有一些 指导救助的方案之后 我们现在都很放心 所以我都到目前还有一点恍惚 他觉得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拉着拉着 所以应该有什么 我们就里长有空间 就要考虑 礼拜也紧急在天王新大楼前方 架设临时办公站 要让住户申请地震灾害证明书 天王新这边很快来处理 然后那总共通过快一百 一百个人就是成租的 成租户还有所有权的这个部分 那其他我们周边的一些礼品 像有被贴红单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必须赶快看给他 然后来做证明 灾后重建工作也是慢慢长路 中央地方合作 希望让居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综合报道